你们一定见过这类视频 还有这种 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最近因为AI创作的加持 产生了一大批依靠AI效果成功旗号 并且获得非常丰厚收益的短视频博主 比如这个账号 只发布了29个视频 就拥有了259万粉丝 且每天都能增长几万粉 视频播放量基本都能破百万 最高甚至达到了1.6亿播放 下面我将详细演示 如何通过AI生成图片和视频 制作出这样一条播放量高达7900多万的视频 现在我们进入实战环节 我会分三步拆解这条爆款视频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我会给大家演示 如何获得精准的提示词 从而生成高质量的图片 第二步 实操生成动画视频的过程 最后我会演示 如何制作一条完整的高质量短视频 这是我为视频场景编辑的提示词 很多AI图像和视频生成模型 主要用英文数据进行训练 建议把提示词翻译成英文进行生成 生成的结果会更精准 细节处理上也会更丰富 很多人都被提示词困扰 总感觉怎么都生成不出来理想的效果 有些小伙伴甚至花大价钱 上各种提示词课程 在网上购买提示词模板 今天小英就教大家一招 最简单拥有提示词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直接问AI 比如我要生成一只小白猫和小主人 在雪地里堆雪人的图片 请帮我生成这张图片的英文提示词 它就会帮我们生成一段非常标准的提示词 然后打开AI生成工具 我这里就用多摩AI来演示 把提示词粘贴进来 生成后 我们只要调整细节就可以了 比如把小主人改成小女孩 那就直接告诉她 我想把小主人改成小女孩 请帮我继续调整 一段优化过的提示词就生成了 必须生成看看效果 图片越来越接近我们想要的效果啦 如果你觉得这样一点点调教提示词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在网上找到一张符合你预期的图片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丢给AI 告诉她 我想生成一张这个图片 请帮我用英文写一段符合这个图片的提示词 我们就能快速获得这个图片的提示词 然后把里面的元素进行修改就可以啦 是不是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精准的提示词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视频 先完成第一个场景 复制提示词 在文字转图片这里进行张贴 场宽比这里 我们设置成9比16 会更适配手机屏幕 点击生成 它会给我们生成一组图片 选择一张最满意的 点击下载 把它下载到本地 接着 我们要让这张图片动起来 还是打开DOMO AI 点击图片生成视频功能 这个提示词就比较简单了 告诉她这张图片中 哪些元素需要动 哪些需要静止 注入你想要的动作就行 或者也可以丢给AI 告诉她 我想把这张图片生成视频 内容是 小猫和小主人 在雪地里快乐地堆雪人 请帮我写一段提示词 一组非常专业的提示词就生成了 我们把提示词复制过来 在这里进行张贴 然后选择刚刚生成的图片 长度选择5秒就行 长框笔还是一样 设置成9比16 点击生成 OK 生成成功 我们来看看效果 画面非常真实哦 小猫和小女孩都有了动作 接下来我们再生成第二个场景 小猫因为淘气弄坏了雪人 输入提示词 场景图片还是用这张 点击生成 我的提示词中是小猫破坏了雪人的头 生成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而且和第一个场景的风格也保持了一致 第三个场景和第四个场景 我们分别给小主人和猫咪一个特写 为了继续延续之前的画面 我们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打开剪辑软件 把视频导入进来 找一帧合适的画面 把画面放大 把小女孩居中显示 然后导出竞争图片到本地 同样的方法导出一张小猫咪的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两个图片生成动画视频 先把小女孩的特写导入进来 输入提示词 生成 这样画面就延续了上一个场景 小女孩站在被破坏的血堆盘哭泣 简介得非常丝滑 我们再来生成小猫咪的 小猫咪站在被破坏的血堆盘 表情十分委屈 后面的场景也是一样的方法操作就行 我就不一一讲解了 最后这个场景 我们直接用一张图片就行 这些是我们生成的所有场景的视频 我们把它挨个下载下来 这是刚刚下载的视频文件 为了好区分 我们把视频根据场景顺序重新命名 接着打开剪辑软件 把刚刚下载的视频全部导入进来 我们把每个场景稍微修饰一下 时常控制在2-3秒避免创班 现在所有场景已经完成初步剪辑 接下来就是让视频火起来的关键一步 音效设计 比如第一个场景中 小猫和小主人非常欢快地堆雪人 我们可以加入小孩欢快的笑声 在剪辑工具中 找到音效库 输入小孩笑声 找一个合适的声音 拖入进来 紧接着 小猫跳到了雪人身上 来一个跳跃 找个小动物的跳跃声 在这里有一个打破雪人 我们可以找一个物品落地的声音 搜索落地 拖入进来看看效果 画面是不是变得更有感染力啦 按照这种方式 我们把后面的场景也加入音效 最后 我们给视频添加一个合适的背景音乐 一个高质量的短视频就制作完成啦 我们来看看视频导出后的最终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资格 领取你的小猩猩呢 Och 看看视频 我们先为了 这种情况 要赖到这里 我们来坐在四个月 但是在四个月 开火 打开 无输 嘅 那么 中文字幕——YK 我会把这份提示词放到网盘里面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快快行动起来 完成你的第一个AI短视频作品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